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乔斯波全新的UMAX6机箱 这款机箱是UMAX4的升级版 当然之前还有UMAX5 不过那个已经停长很久了 这款机箱将在本月初上市 首发在乔斯波的天猫旗舰点 那么这次的新机箱 它比以前大很多 它不仅仅支持ATX的主板 它还支持eATX的主板 特别是这次还增加了对360水冷的支持 由于散热面积的震荡 它对那些高阶的处理器会更友好一些 比如说5900X,Core i9 10900K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外包装 还是延续以前的风格 双层指向嵌套 这个保护还是非常的好的 外观商的机箱 UMAX系列一体式整理圆角设计 四个R角都是一体成型的 不过双侧的钢化玻璃的厚度 从5毫米减到了4毫米 整机的尺寸长482毫米 宽224毫米 高度501毫米 净重11.7公斤 还是非常大非常重的一个箱子 这次的前面板的IO接口变得比以前更多了 还增加了对USB Type-C的支持 接下来这个是背部的特写 还是延续以前的风格 顶部是UMAX6的名牌logo 电源接口是在底部 同时背部还有8个PCI插槽的挡板 接下来我们拧开螺丝 就可以卸下玻璃侧板了 这款机箱支持E8X的主板 还支持200毫米超长的电源 同时背部有4个硬盘位 其中两个是2.5寸 两个是3.5寸 两个3.5寸的硬盘位 那边也可以装2.5寸的硬盘 所以说总共可以装4个2.5寸的硬盘 你还可以注意到 这次背部的理线空间非常的足 预留的空间非常的大 可以隐藏各种的线材 接下来我们回到正面 新机箱依旧是垂直风套 不过顶部并没有像UMAX4 或者I100 Pro那样开孔 然后再加上磁性防冲网 所以这次360冷排排出的热风 只能靠两边的冲网排出去了 除此之外 机箱尾部还有个120毫米的风扇位 底部还有两个120毫米的风扇位 那么总的风道就像这个样子 固定是负压风道的 因为底部只有两个风扇位 顶部则有4个风扇可以出风 同样的底部和以前一样 都有个磁性防尘网 可以方便拆卸清洁 不得不说 这次的滑动式的360水冷架 倒是设计的挺好的 这个水冷架支持360水冷 或者280水冷 或者也可以直接三个120的风扇 或者两个140的风扇 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的顶部是没有开孔的 所以说顶部的铝板到时候会变得很烫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 本期想讲也就这么一些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给大家看一下一些细节特写 4K样片 那么就结束本期的视频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 也不要忘了关注 Facebook IG还有推特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